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台湾口味的就比较甜的 也有广东的腊肠比较硬的 酒味道比较浓的 那么也有湖南的腊肠 随便你喜欢哪一种 也可以生草 也可以手草 那么今天这里是两条生的 这个腊肠切的时候要切的斜片大片一点 斜切 那么斜切的这个片厚度要一样厚 这样子切好 切好了之后就生着下锅去煸炒 因为是生的 在炒的时候要沙上一点水 给它焖一下 也就是说让它熟 如果是用已经蒸熟了的香肠来炒 就不用再焖 就是比较快 那么菠菜今天这里是半斤 切成一寸的长度 如果是有这个根连在一起的 你记得要先给它皮开来 像这一只都给它皮开来 用刀子或者用手给它撕开来就可以 不要连在一块 不要太长 现在的菠菜已经不是很嫩的 所以要切的短 这个菜切的短 吃起来就感觉上是比较嫩 那么先把这个叶子放在下面 梗子放在上头 下锅的时候 也就是说梗子的部分先下锅 好了 就这样子 然后新香料就是用一点葱花就可以了 也有人喜欢吃大蒜风味的 也可以放大蒜 或者是青蒜都没有关系 这里差不多有三汤匙的 也就是一只的蒜 一只的葱 好 就这么简单 那么今天因为是生的香肠 蜡肠 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个蜡肠煸炒一下 因为蜡肠本身油很多 所以不必要加太多的油下去 一汤匙的油 就用小火把这个蜡肠慢慢的煸炒一下 让里面的这个油呢 透明 也就是说熟了的话 这个蜡肠里面的这个油呢 就会变成透明了 这个时候呢 就淋一点这个酒下去 淋一点酒 然后呢再加一点水 这样子啊 我们给它这个喷一下 这个蜡肠呢就熟了 很快 好 这样子熟了之后呢 你就要把它盛出来 就把它盛出来 这个盛出来以后 再来炒菠菜 那么在炒菠菜的时候呢 锅子里头放油 这个菠菜 喝的是其他的 橄榄菜也是一样 豆苗也是一样 油不能太少 不能太少 那么等到这个油热了 油里面呢要加一点盐 那么我们平常呢 为了方便 就把这个盐呢 就杀在这个菜的上面 好 差不多一茶匙半的盐 杀好 那么就下锅 先炒这个梗子的部分 把这个梗子的部分炒一下 这个放盐下去 先跟油接触 会使得菜炒出来绿 比较漂亮 是这样子的原因 好 这道菜呢 也就是说 这个礼拜的所有的菜 都在这个师傅的八十五页 你如果有书 你可以参照的看 那么这个付费名时间的这个师傅呢 现在是216块 如果你想买 还是可以的 划拨到00152480 就可以寄书给你了 菠菜好了 就把这个腊肠放进去 那么刚才炒菠菜之前 你可以把葱花下去 但是也有的 也就是为了这个葱 起锅的时候 放这个葱花 让这个葱的香味是生的 也有的是先放到油里头 把这个葱花爆一下 把葱花先爆了 再开始炒菠菜 就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像这个用大蒜来起锅 也可以就是油热了 先放油再放菠菜 但是盐巴要跟菜一起下锅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菜的颜色才会漂亮 那么你炒其他的绿的菜 也是一样的 这些所谓软性的蔬菜 都是要这样子炒 好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见